参加青春有你中国选秀节目的选手 原先都穿着赞助商阿迪达斯提供的运动裤 上衣和经典贝壳鞋 然而节目制作公司爱奇艺3月25号发出通知 称节目必须推迟 但没给出原因 等两天后再次登场 观众发现所有阿迪达斯商标 包括文字 三条线 三叶草等图案 全被打上了马赛克 导致每位选手的胸前 腿部和鞋子都模糊不清 旅美独立学者 时评专栏作家戈壁东表示 全世界威权国家做的最极端的有两家 一家是出于极端的政治信仰 如塔利班伊朗 而出于极端意识形态的就是中共国 10至21世纪 中共还在公共媒体打马赛克 破坏整体形象美感的这种非常低下的愚臣动作 来表达他们的意识形态 确实让人感觉到这个政党不仅是邪恶 还真正的是愚臣 问题是这样愚臣的动作 在中共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权机构里面 为什么就没有人感觉到 其实也反映了 中共邪恶的极权体制 才容易产生皇帝的新衣这样的丑局 除了《青春有你》 明星女团敬演真人秀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最新的级数中 女艺人脚上也因为穿着耐克A Jordan运动鞋 而被打上马赛克 导致这些姐姐们走路就像漂浮在云层上 有网友说 这样打马赛克 跟伊朗女运动员的大腿被打上马赛克一样 又邪恶又滑稽可笑 网民们也在骂 愚臣到了极点 对国外品牌的一些抵制 本来只是一个政治秀 现在到了影视片打马赛克 就变成了一个无底线的愚臣秀 看来中共也确实是细数以尽 越来越走向目录了 新唐人记者长春 陈杰 伯尼采访报道 接着